注意看,这只科基正在积极备战 事由不断地给洗衣机加速 可没跑几步,科基就跟不上转动的速度去 一当训练结束 接下来,力量训练 可被宠冠的皇家第一拳,哪能挑起这担子呢 然后,狗狗们教他中国功夫 在一顿骚操作后,科基就轻轻地拍了狗狗一巴掌 在训练平衡能力时,科基没有撑过三秒就掉了下来 然后是训练腰部力量 只见科基没有拉动一一厘米 反而自己被弹了回去 接下来是练习拳击 科基打在弱小的沙包上,自己却疼得直叫唤 总之,在接下来的所有训练里面 科基没有一项令人满意 最终,众狗友商量着 干脆教科基装死 或许这样还能活命 很快,这场实力悬殊的斗狗大赛就开始了 科基小金的对手是浑身剑子肉 满脸横肉的斗牛犬狗老大泰森 赔率60比1 比赛还没开始 在狗友的建议下,小金转身就逃 顺着钢管爬到高处 泰森不慌不忙,闲事炫耀了一番 然后三两下就追了上去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没有发生 泰森很快就把小金扔到地面 泰森掐住小金脖子,准备把他扔进果堆 好在泰森爱慕的小美心地善良 及时出手,先是关掉电闸 然后关闭 这不仅救了小金一命 还成功吸引来饲养员 泰森一时也不敢动手 大家回到笼子 但小金和小美再待下去 迟早要出事 第二天,小金很幸运被人收养 安全离开了收容所 路上小金不愿丢下小美,偷偷溜了 一路跑回收容所 而此时,泰森正在和小美算账 小金勇敢挺身而出 将狗狗们团结在一起,打倒了泰森 他带着小美离开,准备回皇宫 结果来到门口,保安已经不认识他了 哪里来的流浪狗,一脚把他踢开 小金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居然已经死了 陷害他的查理,当选成为新的皇家第一犬 正当小金一筹莫战 收容所里的朋友们赶来帮忙 他们聚集在皇宫门口 一边吸引保安注意,一边趁机让小金溜进去 小金闯进皇宫 质问查理为何陷害自己 然而,查理再次暗算 杂物将小金小美掩埋 查理点起火,准备烧死他们 好在小金并无大碍 他救出小美,但房门却打不开 小金灵机一动,把气球摔在摇篮上 顺着烟囱救出小美 小美一路飘着,正好路过嘉缅大厅 他喊来伙伴,冲进火场 大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 成功救出了小金 小美不敢停留,直接冲到嘉缅大厅 抢走镜像拳,女王跟着赶来 看到久违的小金拥抱起来 小金把小美和伙伴们介绍给女王 从此,这些狗公过上幸福的皇家生活 而查理被发配到丑锅 做了肯德基的上门夫君 小梅 精 浈